第七幕,中箭与村里的舞会 西元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了 小皮爷穿上干净的衬衫 擦了擦他幸存至今的背雷舞 去村子的广场上庆祝和平的到来 他听着音乐,他觉得音乐演奏得不够大声 他望着跳舞的人们的脚步 在夜色中,在星空和树木之下旋转 看着这些行传的人,我忍不住计算起来 那好几百万个再没办法跳舞的男人、女人、小孩 小皮爷他都不跳舞 他望着双双对对的人涌着彼此的腰 望着彼此的眼睛,手指环绕着颈 摸削着发制,那里是如此那么柔软 小皮爷的双手没有任何人可以抚摸 他双手切割、组装、剁磨着、旋转着跳舞的人 他用飞机的机翼做出驱体 而他用金属做的舞者拥有着一种难以解释的优雅 然后他... 他跟小花一起跳舞 在一张金属原片上面 他故意将原片裁切到 正是容纳到他们两个的大小 舞者的位置在甜菜升降机 坦克车和电动与牛之间 小皮爷重新找回日常生活的温甜 在世纪中叶脆弱而暂时的和平之中 战争拉近了国家和人类的距离 也都改变了地球的空间 澳洲人几乎可以算是邻居 日本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 欧洲、美洲和非洲就在电话线的皮端 和平将世界分成两半 东方与西方日日夜夜彼此监视着 西元1950年 25亿人口分享着地球 那些踏噴射机穿越海洋的人躁动着 他们梦想让每家每户都有电话 雪柜 敲棉包机 电子钟 电视 他们梦想着汽车 可以洗上好几公里 梦想着超音速飞机 可以穿过音场 其他人 大多数的人 并不知道有雪柜这种东西的存在 而且依然逃步 并赤着脚 搬运用来解渴与清洁的水 进步来到了农庄 机械入侵了田野 厨房 客厅 小皮爷好感动 见到灯光用指尖就能够点亮 看到牵引机启动 就好像变魔术一般 他遥望远方 然后依旧踩着踏板 给他的旋转木马启动 他每个星期日都踩着踏板 为了这一群 再不可以没有了旋转木马的群众 他踩着踏板的时候 得知他不用再放牛了 得知他父亲的死信 而雷翁都跑来 悄悄地告诉他 和他说 他要带他去巴黎度假 第七幕月 种旋转木马启动 眼个人 明珠 都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